我們先談賴侯對決的話 我先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目前來講的話大概民進黨已經定調了 我先介紹一個就是說 CSIS的就是任雪麗的文章 任雪麗的文章講就是說 美國學者北京決策不再考慮民進黨立場 任雪麗的文章 這個這樣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他說北京現在不管你是賴清德 不管你是這個蔡英文 你搞台獨也好 你不搞台獨也好 我都不管你 反正我幹我的 我幹我的很簡單 就是很簡單 他就硬來了 他就硬幹了啦 今天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賴清德到底是屬於理性台獨 或是會很衝動 謹慎小心 他根本不care 對大陸 那個任雪麗的文章是說 那個大陸不管了啦 賴清德他是台獨還是說他其實很謹慎 這已經不重要了 對他就是很簡單 我自己搞我自己的 你台灣 這樣簡單一點 你現在搞抗中寶臺對不對 那國民黨說你抗中寶臺我會用這個糟糕對我不利對不對 我們記得以前那個 蘇隆基在講說台灣這個要警告台灣人 這些事情 北京今天任雪麗的文章說他都不管 反正管你的 反正你要 你要過紅線我就幹你 你過紅線我飛機就飛過來 我也不管你說 民進什麼會不會影響選情啊 讓你們國民黨不會當選啊 或者民進黨會當選啊 都不管都不管反正我幹我的 你亂搞他就你亂搞他也亂搞 就是擺明了 就是中美關係的 極速緊張化 習近平的態度 要對台灣擺的是一個 所謂的 他的基本的底線思維 習近平講的底線思維 那這個底線思維很簡單 就是說 你過我的紅線 我就動手 動手的方式很多種 非常非常多 我們不在這邊談兩樣關係 但是我覺得 任雪麗今天在 很巧妙的 在九合一選完之後 這個民進黨挫敗 在賴清德突然間被 集出來 變成民進黨拱出來 變成共主 的這個初期 任雪麗 丟這個 丟這個文章 任雪麗原來以前 比較清台 但是這幾年 我看他在CSIS講法裡面 因為CSIS他們基本上 跟中 跟北京關係也維持 非常的多的互動 所以我把這個 先把第一題 然後這個先講一下 然後順便我請 我來補充一下 你看賴猴兩個對決的話 輸贏是什麼情況 我們看民調 看民調 我們來看民調 然後那個 留言區的那個 等一下再把它調整一下 好來 我們來看民調 其實這個是 媒體島電子包的民調 那事實證明嘛 請先跟大家講 要看哪一家 就是看媒體島電子包民調 好不好 所以22縣市 還有嘉義 嘉義沒錯 嘉義沒有 嘉義是 下禮拜有投票 但是 差不多啦 嘉義可以問嗎 請問國師 可以 沒有懸念 沒有懸念 沒有懸念知道了 OK好 那 所以民調其實是 可以參考的 那各位網友 當然知道這個民調做的時間 是11月29到30 那也就是選舉過後 對 選舉過後 那我們也不是說 故意在那邊講說 哇才剛選完約了講 剩13個月就要投票了 對 投票 所以總統當然總要跑個半年嘛 所以其實再過幾個月 民進黨的候選人 基本上已經確定了嘛 國民黨也這樣呼之欲出 看起來 是不是侯友宜 就可能打一個小小的問號 但看起來大的驚嘆號就是他了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看這個趨勢很簡單 光是以這張表來看 從 今年的6月到現在 11月 現在已經12月了 那最近是11月嘛 國政民調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三個趨勢 賴清德他在 慢慢往下掉 但是他還是第一 那侯友宜他有微幅的往上漲 從28變33 漲了5個百分點 但是呢 他是在往上走 所以我常講 紳士資料你要去看 他的事就像 你會老我會大嘛 他一直慢慢變老了以後 Michael Jordan能夠打幾年 等到他已經是幾歲了 30幾歲 40歲 沒辦法打 是這個趨勢 賴在往下掉 侯在往上走 第三個就是 柯文哲呢 也在往下掉 那因為台灣民眾黨 尤其是在這個 這次的選舉過後 我前兩天寫了一篇文章 很多人都在那邊 阿怎麼辦 這個 民眾黨 柯P阿伯怎麼辦 不是 現實就是這樣 就是 他一定有這個10幾 或甚至是20% 可是他沒有辦法 超過30 沒辦法超過40 怎麼贏 就會變成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至少目前看起來 今天我們不是講 賴猴對決 也好啦 因為現在賴還比猴多了 大概 對吧 0.5個 下次 下次變成是 猴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就改成猴賴對決 這題我們還要再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關鍵是在於 分析他各個不同的族群 然後我們就直接 你一直用一張一張 Q我一張一張講 不同族群就有意思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 賴跟 基本上是差不多 好 那這個是用地區來看 來各位網友 這個有趣喔 以地區來看的話 你看看前兩個 最上面這兩個 新北市台北市 你如果沒有仔細看的時候 你想新北市台北市 那 侯友宜是新北市市長嗎 他應該比較強啊 沒有 新北市 賴清德的支持度 比侯友宜還要多一點點 34.1 比31.2 在新北市 賴清德的總統的支持度 比侯友宜高一點點 第二個 台北市也是賴清德高 38.8對30.9 對 台北市是真的是賴清德比較強喔 好那這代表什麼意義 等一下我們都請董事長來跟大家分析啊 會不會是新北市市民覺得說 我市長投給你 跟你不能去選總統 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這樣的情緒 然後接下來 陶竹苗 跟這個中張投 其實對 你看 陶竹苗是侯友宜贏喔 而且是大勝 40.8對28 有沒有 陶竹苗是 那台中的話是平盤 中張投平盤 對 雲嘉南呢 也幾乎平盤 但是雲嘉南要注意到一點 雲嘉南的侯友宜 他在抵達 他是嘉義人 他是嘉義縣人 嘉義縣還沒有出貨總統 所以他在嘉義 即使他現在目前還沒有回去經營 沒有去跑 他小贏喔 36.7對35.8 他贏1% 他贏1% 好那高頻無懸念啦 就是大幅的賴清德領先 領先非常非常多 他領先這麼多 OK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是區域來講 然後我們再看其他的 就是年紀 年紀就有趣了 柯文哲只有在一個年齡層領先 就是20到29歲 所以可能他再等 大概20年以後他就贏了 好不好 因為他20到29是第1嘛 20到29第1 唯一一個第1 然後之後 他都沒有贏了 30到39是侯友宜 贏 而且是領先很多 就是 怎麼講就是剛剛可能 入社會10年 然後也開始剛結婚的 年輕的夫妻 這個族群最支持侯友宜 可是再往上走到了 40到49 像我這個這個這個年紀了 已經開始爸媽要老了 就是分 30到39 40到49兩個不同的族群 A是賴清德 37.4 那年紀大的呢 60歲以上的都是賴清德 所以60到70歲以上 是賴清德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政黨傾向 政黨傾向這一點其實可以大概 等下董事長一講就知道答案了 國民黨支持 好有餘的62.9 6成多 可是民進黨支持賴清德的已經破8成了 81.1 那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再更高 所以民進黨支持賴清德 8成以上 可是國民黨支持侯友宜只有6成 6成2啦 不到7成不到6成5 那民眾黨呢 台灣民眾黨支持柯文哲 那還要 你不是開玩笑嗎 民眾黨不支持柯文哲 是啊4成支持啊 41.5 46.8支持侯友宜 民眾黨的人居然 支持侯友宜的比支持 柯文哲還多 這什麼現象 這什麼反正不贏啊 我就不要打給你啊是不是 好那最後一張看泛蘭泛綠 這跟這有點像 泛蘭的部分完全幾乎是一樣 62.9 這等於63 63% 62.6的人 下一張泛蘭跟那個泛綠那張 泛蘭 62.6%的人是支持侯友宜的 一樣 就是沒有過7成 這是他的警訊 可是泛綠的話 民進黨的話是8成 以泛綠來講的話是7成8 也是接近大概8成左右 那台灣民眾黨 支持侯友宜的還是比較多 好就是 那以那個教育程度 最後一張了是不是 來教育程度來 教育程度這邊就是 專科跟大學以上 是侯友宜比較領先的 在這裡 好就是 知識水平比較高的 其實是支持 這個侯友宜的 然後國小以下的話 是賴清德儀 好那所以 以這樣狀況來講的話 賴清德跟侯友宜 確實兩個都很強 好我來補充一下 我們就從反向過來走 回到 上一頁 上一頁就是看到 政黨支持度 這一頁 你看到 國民黨侯友宜只拿到62.9 然後 民進黨支持 賴清德拿到81.1 換言之講 兩個差異高級18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侯友宜 當出現柯文哲出來鬧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他只拿到國民黨62 他拿不滿 如果侯友宜可以拿到民進黨的滿到八成的話 侯友宜就會贏了 所以這個 可是今天如果三角都的情況出來的話 我們已經發現一個事情就是 柯文哲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了 但是有用這張 政黨的民調來看的話 政黨支持度來看的話就可以有點像 今年的 台北市的放大版 台北市放大版什麼版呢 就是黃珊珊確實可以拿到 一些這個所謂的民眾黨或是說 拿到泛南軍的票 那我們用這個講簡單的 最後的結果一定是藍綠對決 因為在放大版的這個台北市 在全國的版的話 不會出現 侯友宜 柯文哲一直拿到13.7 因為我等一下分析為什麼 第二段我來分析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目前我們做的民調上面是13.7 侯友宜你看沒有 他拿不到 所謂的國民黨的全部的票 拿不保 國民黨人很簡單 就是說 還有一部分人就會支持柯文哲 可是 反過來民進黨非常團結 他拿到81.1 而且可能會更高 選到後來的話 可能會拿到九成以上 因為民進黨非常團結 所以在這種兩個情況之下 兩個再拼下去的話 侯友宜有拼面的原因就是說 得到國民黨全力支持的話 他有機會會贏 再看下一頁 再看上一頁 再回來再講 你看到這個政治地上 侯友宜拿到的國民泛藍是62.6 泛律 你看看很怪 侯友宜可以拿到泛律12.2 然後賴清德拿到泛律78 但是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根據選舉的道理到最後這12.2 會歸隊 會歸隊 他不會在侯友宜身上 他會歸隊 所以侯友宜完全 到最後變藍綠對決了 我們再看下一頁 就回到上一頁 你看到 連齡層來講的話就是 侯友宜只有在 30到39歲的時候 大贏 賴清德 然後 侯友宜又在這個 20到9歲跟賴清德平盤 所以大家知道 國民黨的機會點跟這次選舉一樣 要到30歲以上 他才有 達到選票 然後柯文哲民眾黨 確實 是拿到29.2 這表示什麼意思 確實是在年輕人來講的話 離開了民進黨 再看下一頁 然後這一頁就是在選區的區分來看的話 陶竹苗大勝 就是後裔大勝 高頻部分大敗 然後 以花東來講的話 就是後裔大勝 然後你看到很有意思的 新北市的時候 侯友宜居然輸給賴清德 台北市的時候 他也輸給賴清德 理由何在 理由很簡單 就是民眾黨的 柯文哲把侯友宜的票拉掉了 所以柯文哲只要 柯文哲只要出現的話 在 國民黨的本命區 就會被柯文哲拉動一部分 這是個非常 具體的一個現象 但是選情到最後一個月 到兩個月打到最後的情況之下 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我覺得柯文哲就會被棄保 因為跟這次的情況一樣 因為 在總統 一定會產生棄保的現象 但是所以 因此 侯友宜 的問題就是說 他如何能夠 解決柯文哲的問題 他如何能夠 集中拿到 藍軍的全部的支持 那可是 這個就是在 賴清德來講 毫無懸念 綠軍全部支持 已經目前 這個樣子 再看下一頁 我們看到最後的結果 現在這個情況 侯友宜是 拿到 33.8 然後 賴清德34.3 可是34.3 有一個問題 是目前 民進黨 最弱的時候 當民進黨慢慢慢慢 回到 抗中保台 回到基本面 回到了喘一口氣 他健康恢復的時候 從ICU 從這個 從這個加護病房 走出來的民進黨 他就不是34.3 對我們看這個數字就變成說 這個 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柯文哲 成事不足 拜十九余 他確定 只要柯文哲參選的話 他就可以活生生的 把泛南軍打分裂 當然最後不會拿13.3 即使拿到3% 我覺得 這個 侯友宇都有可能會輸掉 南軍都會輸掉 所以柯文哲只要出來參選 就大概就可以確保 大概這個南軍 要勝算的機會 會非常非常低 這我今天要講 柯文哲這個部分 好我現在先 這個部分 等一下董事長 那個因為 網友麻煩人家提問 可是你剛剛在講 你好我認真做很多筆記 有沒有我麻煩要問 所以 美進黨全力支持賴清德 目前已經 已經集中了 現在都那麼支持了 之後只要沒什麼亂 為了要穩住政權會更支持 他成 他成長有限 好OK 那民進黨全力支持賴清德 可是國民黨現在目前只有六成支持侯友宇的狀況之下 第一個結論我要問就是你已經講出來 所以柯文哲是有能力讓侯友宇落選的嗎 對 有可能嗎 他剛好咬到他一小 目前看起來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選到 或者是他被吃掉 目前 目前這一次的九合一的選舉 柯文哲拿到 議員票拿到4% 4% 又是4% 他最不喜歡4% 他被出事了 4% 現在民眾黨被稱為4%黨 他拿4%就夠讓侯友宇落選了 剛簡單一點好不好 好 好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好 那既然是這樣 那柯文哲為什麼不要跟侯友宇合作呢 柯文哲可以跟侯友宇合作嗎 柯文哲全天下他是跟任何人都不會合作啊 不會合作 柯文哲的個性不會跟任何人合作 柯文哲就是他的性格上 他雅之伯格嘛 雅之伯格是雅之伯格不太跟人合作 我認為柯文哲不會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郭台銘出來了 會怎樣 老郭台銘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會有一段 第三趴特別來談郭台銘